首先打开自己的电脑,并把苹果手机连接到该电脑的USB口上。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iTunes软件。 点击iTunes窗口左上方的手机小图标。 选择本电脑,并确认没有偷选加密本地备份。 再点击立即备份按钮。 备份通常需要比较久的时间,请耐心等待。 当窗口顶部的进度条消失后,才说明备份已经完成。 备份结束后,将苹果手机从电脑上移除,并关闭iTunes软件。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楼月免费iTunes备份管理器。 双击打开窗口上,看到的这一行备份数据。 点击左边的微信聊天记录。 再将右边的Document文件夹导出到电脑上。 苹果手机上与所有好友的微信聊天记录,都保存在这个Document文件夹中。 导出结束后,接着关闭楼月免费iTunes备份管理器。 最后在网上搜索,并下载楼月微信聊天记录导出恢复助手软件。 因为这里要读取及恢复的微信聊天记录是苹果。 因此将微信版本设置为苹果版微信。 数据目录设置,为前面导出到电脑桌面上的Document文件夹。 点击读取数据按钮。 软件会自动分析Document文件夹中的数据,并将该手机上登录过的微信号,显示到上方列表中。 选择一个想查看的微信号,再点击查看记录按钮。 在左边列表中,可以看到所有好友及群聊信息。 点击任意好友后,可看到与该好友所有历史聊天记录。 文字及图片,可直接在界面上查看。 微信与音消息及小视频,则可通过点击链接进行播放。 接着点击文件。 恢复已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菜单。 稍等一会后,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成功恢复了。 以上就是苹果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怎么恢复的全过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切晾 转发 费操影来转发 打赏观看。